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英 我在小学三年级 四年级的时候 我把这个课室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有几十本书 我几乎把那些书都看完了 那些故事书都看完 我从正后仍然是看书 什么书都看 现在我是兵州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主席 之前我是大神角国会议员 有三届在国会 今天我要介绍你这一本书 How can they say no when they don't know it is wrong 小孩子怎样可以说不要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是错误的 这是一本我的部门出版的一本书 参考了很多的资料 Educate your children to protect themselves 有太多的小孩子 他们不知道他们被侵犯 他们的身体被侵犯 一直到他们长大 知道呢一点点关于这个身体的时候呢 才知道说他们其实是被侵犯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小孩子被侵犯的事呢 通常呢要很多年才会被揭发 被揭发是因为小孩子知道的 懵懵懂知道是不对的 但他不能再忍受了 他就会去告诉身边的人 通常小孩子告诉母亲呢 因为侵犯者一些是父亲 或者是家里的一些其他的人 你可能感到很震惊 但是呢这就是残酷的事实 那么这个事实呢有时候很难说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性侵犯 这样子的课题是没有人谈的 虽然他天天都在发生 但是没有人谈 有些妈妈也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孩子 因为呢是侵犯者 也是他的情境的人 所以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 是要告诉老师 大人 父母亲 怎样反范 以为然 先告诉你的孩子 什么样的触摸 是不对的 他如果觉得不对 他觉得不舒服 他觉得害怕 他可以跑开 他应该可以回来告诉你 如果你是他信任的大人 他就会来告诉你 所以这本书就是要教导大人 父母亲看过后如何跟孩子说 怎样的保护自己 这本书很小本容易读 而且呢是四种语文 这个是英文版 但是如果你去那个 我们的website www.bodysafety.com.my 那边有soft copy 四个版本 小小的一本书 可以呢 可能 可以对很多人的生命 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能可以让一个孩子 避开受侵犯的这一个命运 受侵犯了呢 我们才来治疗 那个是需要更大的力气 更大的时间来治疗 受创的这个心灵 但是防范总是比治疗好 所以我是希望你找这本书来看 不论你现在有没有小孩 或者是你以后会不会有小孩 你身边的人一定有小孩 所以呢这本书是增加我们的知识 以及呢可以适时的使用 可以使用 可以让可以教导更多的小孩子 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 我希望你喜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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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